哈囉我是Catie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四五月愛用品跟D雷 這一次D雷有一點點多 然後大家應該有發現我最近上片的頻率變低啦 就是我最近在陷入一個不可知的低潮 我就不知道自己到底在低潮什麼 然後像我們拍片就是情緒 好講太多 我今天要分享D雷跟愛用品 那閒聊的部分我可能改天再錄一集化妝閒聊好了 那反正我最近就是情緒不到位嘛 我想說分享愛用品跟D雷是我可以發揮最自然的自己的時候 所以我想說我就趕快先拍我的愛用品跟D雷 好首先一樣我們先來愛用品 我們先來分享吃的好了 因為我很想要吃 你知道在你情緒不到位的時候 吃一點甜的對心情是有幫助的 首先呢是我之前其實分享過蠻多次 就是日本的7-11才有賣的7-Premium的零食 居然有一部分進來台灣了 那好像是限電販售吧 不是全台灣的7-11都買了 但剛好我家樓下的7-11是有的 然後它又剛好有進我最喜歡的品項 就是這個巧克力夾心餅 其實我之前去日本買了很多這個7-11的零食回來 我一開始吃這個巧克力夾心餅的時候 覺得還好就是好吃 可是沒有特別讓人驚豔的感覺 可是卻越吃越覺得天啊這東西就 無法形容的讓人著迷 它的外包裝打開裡面是每一個這樣獨立包裝的 然後呢看起來真的很普通 就是餅乾加著巧克力夾心 但是呢它的巧克力夾心超級好吃 就是牛奶巧克力 然後它那個奶度跟甜度跟那個奶香味 還有巧克力的味道都很剛好 我覺得它裡面這個巧克力夾心就是一個最完美的比例 而且它裡面是那種軟軟的不是很硬的 有時候巧克力夾心餅裡面的巧克力就很硬的 吃起來就覺得整個那個口感不對 那它就是外面的餅乾剛剛好的酥脆 裡面的巧克力呢軟硬適中味道也適中甜度也適中 所以整個吃起來就是你第一次吃下去就會覺得 嗯沒什麼就是一個還不錯的餅乾吧 可是越吃越覺得天啊 這很口 但是適合你下午泡杯茶 然後吃個兩片就是一個很棒的下午茶 這個真的非常非常好吃 如果你家附近的7V有進這個的話 我真的強烈建議你要買一包來試試看 再來第二個還是食物 就是我非常非常喜歡吃海苔 然後前陣子大概幾個月前 我老公有一天就上網買了這個 什麼辣泡菜口味還是什麼的海苔 它就跟你平常吃到的韓式海苔 一樣這樣打開來裡面這樣一片片的 那這個我特別喜歡的原因是它味道超夠 因為這種韓式海苔你有時候會覺得 欸味道好像不夠 就是可能比如說麻油香不夠 或者是鹹味不夠 或者是有的又鹽巴太多吃起來太鹹 那這個呢它的鹹味 鹹味的部分喔是剛剛好的 雖然有一點重口味啦 所以我覺得不會說太鹹到你會一直吃到一顆一顆的鹽巴 它鹹味是剛剛好然後呢 它是有那種泡菜的酸辣香在裡面 就它有一點點辣 微微的一點點辣 不會到太辣 那就是它讓整個海苔啊 變得味道更有層次感 就不像你只是吃一個鹽巴口味的海苔 那這個啊 我老公買了之後我們就不斷瘋狂的回購 超瘋狂喔 就我老公本來是不太吃海苔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會突然買這個 然後我們就瘋狂的回購 就大概每個禮拜啊 都可以吃到兩包 超大袋 一袋好像是12盒吧 每一袋可以吃到兩包以上 就這樣持續了 大概兩三個月了吧 然後現在再吃回去一般原味的那種海苔啊 就覺得 食不知味你知道嗎 這個的調味真的非常非常好吃 但如果你本身是口味非常清淡的人啊 我不建議啦 但如果你是喜歡吃這種 有一點點香辣口味的東西啊 這超好吃 這真的超好吃 然後 我現在拿這一盒啊 是我家裡的最後一盒 那我今天拿來拍片之前 就先跟我老公說 趕快 上網 訂一箱 不然我怕買不到 因為我要拍片分享 這個真的非常非常好吃 而且他海苔那個厚度也很剛好 你吃起來是有 有嚼到海苔的感覺 像上次我在美國有買過這樣子的海苔 就太薄了 你會覺得好像 吃空氣還是吃衛生紙之類的 那這個呢 他整個就是 厚薄度還有口感 還有他那個 鹹香辣的味道都非常非常剛好 好 接著是美妝類的愛用品 首先這個我最近 每一次只要化妝 就不能沒有他 我覺得我現在生活中 少了他會死的 韓國這個 16 brand的 筆影神器 這東西看起來真的非常非常的白痴 他就是兩邊深色中間淺色 然後呢搭配一個寬刷子 讓你可以直接這樣刷一筆 沾好 之後 往鼻子上刷 就把你的鼻子造刪了 讓你的鼻子瞬間高聽 我一開始看到 想說這蠢東西一定很難用 因為這樣子刷過來 就覺得一定會很假 變成三條線在鼻子上 一定會很難看 沒想到我一用之後 發現哇天啊 這效果真的超級好的 而且他效果是很自然 然後他這個 鼻影兩邊深色也是超級自然 就很像刷過來 真的就是陰影 不會有任何什麼 髒髒灰灰紅紅之類的 屎色的感覺都沒有 他顏色第一個是完美的 再來呢 他這個刷子啊 硬硬的 我不知道是特別設計過來 反正這樣刷過來 你再這樣往鼻子上刷 然後再稍微這樣順一下 旁邊順一下 完美 如果你覺得我最近 鼻子看起來 有變挺變細變精緻啊 就是因為他 完全就是因為他 這個真的超級好用 超級超級好用 用生命擊退的好用 就比影目前啊 我大概用到最好用的東西 就是這個了 然後 我前陣子不是去北美嗎 就我去美國跟加拿大 待了總共一個月 那我在那個期間 PO的照片 就常常有人在底下留言說 欸為什麼皮膚看起來 變漂亮 膚質變好了 我用的是這個 蘭蔻絕對完美的氣墊 有化妝的時候啦 如果沒有化妝的時候 我就是用 理膚保水的潤色防曬 那如果有化到全妝的話 我就用這個當底妝 我那次去北美 我就只有帶這個底妝 因為我想說 北美就比較乾燥嘛 那這個 蘭蔻絕對完美氣墊 它應該就是一個 比較保濕度高的產品 我今天就帶這個 被想到真的是 效果超好的 它不管是我膚況穩定 還是不穩定啊 都是完美的貼妝 然後它雖然說滋潤度好 可是它不是那種 光澤太強烈 因為有的那種 光澤太強烈的底妝 會反而讓你可能 毛孔變大啊 或是容易暗沉啊 或是會黏黏黏黏很麻煩 這個不會 它就是 微微的光澤感 反而它是那種 霧中帶光的感覺 然後滋潤度很高 然後非常的貼妝 然後有遮瑕度 它的遮瑕度 像我可能臉上的斑點瑕疵 是可以遮到大概 七成左右 但是妝感是很薄透的 所以這個我覺得 如果你有預算 想要投資一個好一點 高單價的底妝啊 這個是很值得一試的 不過相對就是缺點它很貴 因為蘭蔻絕對完美 底妝系列就是很貴 但它那個系列的底妝也都很好用 好我現在開始廢話 接著呢 我最近最最最常用的眼影是 這個 Too Faced 小蜜桃盤 就是它們蜜桃盤原始 還有一個比較大 我就找 找到在這裡 你看這是原始版的 大蜜桃 然後這個是後來出的小蜜桃盤 那你們看一下大蜜桃盤裡面啊 你自己先心裡想一下 你會喜歡的顏色有哪一些 然後呢 你看一下小蜜桃 裡面有沒有南瓜 你喜歡的顏色 像我自己啊 大蜜桃盤裡面 我自己最喜歡呢 是霧面這個 磚色 跟這個 最最最蜜桃的顏色 還有像打底色呢 就是修正眼窝顏色 我最常用的是這個 那小蜜桃盤裡面呢 欸 都有 都有收在小蜜桃盤裡面 所以小蜜桃這一盤啊 我覺得它的配色是 非常非常全面的 就它霧面打底 跟珠光打底都有 然後蜜桃粉 蜜桃橘 還有可以做眼窩的霧面色 跟深色的收斂色都有 這一盤呢 其實我自己的喜好來講 最用不到的大概是這個 有點暗紫色的 你們看一下 它是有一點點 暗紫色 我比較用不到 那其他這每一個顏色呢 都用得到 而且像大蜜桃盤裡面 我大概最常用的 也就是這幾個顏色 所以如果你想要收蜜桃盤的話 我覺得你就直接收小蜜桃就好了 因為這一盤的配色真的非常非常實用 而且包裝 就是任何東西放大或縮小 都會覺得很可愛 那它從原本這樣子一個 正常眼影盤 縮小成這樣掌心的尺寸 不會覺得超級可愛的嗎 而且一樣是鐵盒包裝 所以蜜桃盤這個啊 我覺得真的非常非常值得買 而且像它配色啊 就是你有橘色系跟正常的大地色系 其實可以混搭出蠻多眼妝 像最最一般的狀況來講 你要蜜桃色眼妝就用這個顏色當主色 那如果你是一般上班上課 要畫比較中規中矩的眼妝呢 你就可以用這兩個顏色來搭配 所以你是可以創造出 大概至少 三四個眼妝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這一盤小小的大概 應該二十塊美金不到吧 十幾塊而已 反正這一個我覺得非常非常划算 就是我最近買了一大堆眼影盤中啊 我最常用的是這一盤 再來美妝類愛用品的最後一個 就是我最近啊 因為買了非常非常多彩妝 然後等於說我每一天都在試用新的東西 所以比較沒有說哪一個東西 固定天天用的 所以這一期的美妝愛用品比較少 那最後一個呢 就是這個 Juno的絨毛蛋 這個真的超級好用 超級 它跟Beauty Blender一樣 就是你要沾水讓它膨脹 然後因為它的那個 我不知道是因為要直絨的關係 它比較不是那麼容易沾濕 所以在沾濕的時候 你要一直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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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感覺到它整個膨脹了 淨濕 就是整個完整的淨濕了 那你再把那個多餘的水擠 這樣你會發現它還是很Q彈很軟 因為很多人說這個東西比較硬 但是我用起來我覺得它的那個 Q彈的程度其實是不輸Beauty Blender 只是你在沾濕的過程 要比較花一點點時間 然後它上出來的底妝呢 遮瑕度真的比較高 這個超神奇的 我不知道它這個絨毛是有什麼魔力耶 反正它上起來的底妝一樣服貼 然後遮瑕度變高 而且呢它又本身不太吃粉底 像可能有的人啊 如果你就是只有一瓶粉底 要用到底的那種 你會覺得說用海綿用美妝蛋 它會吸掉很多粉底很浪費 這種人你非常適合用這一顆 因為這個不太吸粉底 然後呢 這顆我收到之後啊 就每一次上粉底液都想用它 那目前我試過大概 三款粉底液 就是比較濃的粉底 還有就是高狀的粉底霜 還有比較液態的粉底 我都試過 我用起來呢 是沒有任何的不貼妝 或是什麼斑駁的狀況 但是 有一些人留言說 它用這個來上底妝 會特別的不服貼 我不知道它可能是 跟某一些粉底八字不合 但依照我自己目前實驗下來啊 它是都還蠻好用的 而且遮瑕度真的有提高 然後會有人擔心這個會不會比較難洗 不會 因為它不太吃粉底 所以你在洗的時候啊 不會說要洗得那麼深入 你知道嗎 你就這樣隨便捏一捏 這樣捏捏捏捏捏 然後搓一搓 它那個表面的粉底就被洗出來 所以這個不會難洗 然後也不會難乾 就它乾的速度 跟Beauty Blender差不多 像這個我是 前天洗的 它也是 已經乾到正常的大小了 所以它不會特別難乾 就這一顆啊 我覺得我應該會去 屯跟一打吧 對我來講 它是非常非常值得屯貨 而且它一顆好像是6塊美金 Beauty Blender是20塊美金吧 就這樣子的價差 跟這一個我覺得它是比較好用的 所以這個CP值真的是 有 不只是CP值 這整個好用的程度都是嚇死人 然後最後我再講一下我今天用的唇彩 因為常常會有人問我唇彩 然後我有時候呢 就只是拍片前 亂抓桌上那支 然後擦了 接著我就會忘記我用的哪一個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用的唇彩是這個 Armani的當然新出這家雪霧什麼系列的 我不知道這個在台灣到底是不是限量 可是我相信它在美國應該沒有限量 因為我在Sephora就是正常的架上 就買到了 所以 台灣如果你買不到 你可能可以找代購 然後我用的色號是410 因為它很多顏色都比較螢光啊 或是太淺 我覺得410看起來是比較正常秤膚色的 可是如果你是 膚色比較暗沉的我不確定耶 但以我這樣偏白界來講 我覺得這個顏色真的超級適合夏天 這個顏色超可愛很粉嫩的 可是又不是太淺有摒氣的那種粉嫩 它是比較亮 它是比較亮看起來還蠻有活力的那種粉嫩色 所以這個我覺得用用還蠻喜歡的 好接著是地雷的部分 一樣有食物 而且我非常非常的生氣 它是 胡同的豬肉條 這個我在7-11看到的時候 你知道我多開心嗎 因為我很喜歡吃胡同燒肉 然後想說 哇!胡同居然出了豬肉條 一定非常非常的好吃 然後買了一包 我也不顧它很貴 它一包169塊沒有管它很貴 然後就買了 好 買了打開來呢 就想說欸 這看起來不太妙耶 為什麼是這種 真空包裝 然後看到這種包裝 覺得看起來不好吃 好 沒關係我們不要就是 用它的包裝來評論它的內在 沒關係我們打開來吃 我現在真的不想打開耶 打開要吃掉 好 打開我那時候一開就覺得 嗯 看起來不妙 你知道不妙點在哪嗎 看得出來很油嗎 它那個不是juicy喔 是很油 然後味道聞起來就 不對 這個味道就是不對勁 這個味道真的不對 好 我那時候還是鼓起勇氣 咬下去一口 這個肉條啊 它除了口感對 其他什麼都不對 就是它那個很油 吃起來濕搭搭的感覺 很噁心 然後 黑胡椒口味嘛 它那個黑胡椒 我不知道是 咳咳咳 不知道怎麼搞的 有黑胡椒的味道 可是並沒有說讓這一根 有加分的感覺 然後再來就是那個 一點甜甜鹹鹹的味道 總之就是 吃起來不會有任何吸引人的部分 然後就吃那個口感滑滑濕濕的 非常非常噁心 所以肉條啊 我覺得還是那個 快車這種 快車肉乾是最好吃的 這個真的 不行 這不行 然後帶回家 帶回家被我老公吃掉 我那時候一吃啊 給我老公吃一口 然後叫他把一條吃掉 他也不肯咧 他這有多難吃 我老公是看到肉 就什麼都好的 可是他這個他也不肯吃 這真的是齁 拜託你們看到 請避開 不要跟我一樣踩雷 一包169塊 你知道才幾根嗎 我上次才吃一根 我就馬上把它收起來 所以他裡面 總共才七根 七 一根二十幾塊啊 然後還那麼難吃 氣死了 好接著美妝類的地雷呢 是我之前去日本買的 這個熊熊牌的蜂蜜按摩眼霜 所以我之前在日本會買的 就想說 欸他試用在手上 感覺很舒服 就是這個珠珠 這樣滾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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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涼涼的 有按摩的效果 他會覺得如果是白天起床 然後用這樣子按摩 順便舒緩眼部又保濕 應該效果會很好 沒想到呢 我按摩在眼睛上發現 他這個罐口設計得不好 他珠珠呢 凸出來這樣一點點啊 那時候試用在手背上 因為手背的皮膚是比較薄比較緊的 你這樣試用沒有發現到這個問題 但是呢 你是用在臉部這樣子有凹凸 然後又會需要按壓的地方呢 你就發現 欸你在按壓的時候 這個邊邊 塑膠的這個邊邊 就會刮到你的臉 所以你這樣子按摩啊 你的臉就是一直被這個東西刮到 而不是順暢的那個滾動 就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所以這個 我用了大概兩次吧 我就把它丟到地雷區了 就是 它保濕效果是有 也沒有很強 微微的 因為它是有一點點那種 保濕凝露的感覺 就是微微的保濕 然後有 很濃的蜂蜜味 就蜂蜜香精的味道啦 然後用起來呢 涼涼的舒服 可是它會一直刮你的眼睛 就一直這樣子 邊邊刮你的眼中 會覺得眼睛皮膚都快要刮紅了 所以這個如果你也是想要 買來按摩的話 這個我非常非常非常的不推薦 再來這個呢 我先跟廠商說 對不起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想愛它 因為它是我最最最喜歡的 三眼怪 三眼怪打亮餅欸 拜託我看到我多想要 你們知道嗎 然後廠商正好 他們也找我合作 就把這一系列都寄給我 然後呢 我用到這個三眼怪打亮餅的時候 差點沒有翻白眼 好我應該有翻 好首先你們先看一下 包裝上面都是三眼怪 很可愛 然後打開來呢 這個是打亮餅喔 你們有沒有覺得看起來哪裡不對勁 它是打亮餅欸 請問是給辛普森家庭用的打亮餅嗎 它整個是金黃色的 不是什麼香檳金膚金 它就是一個金黃色 黃的喔 黃的喔 這真的只有辛普森家庭才能用這個打亮啊 你想一下這個完全就是一個金黃色打在臉上會是什麼鬼樣 會是什麼鬼樣 你們說 然後它整個質地上呢 就是 我覺得質地上是沒有問題的 你看它整個粉是滿貼的 然後閃度也夠 可是到底為什麼要調成一個金黃色 這個我真的很傷心 好 然後這系列其他東西 我用一用也覺得 還好 但沒有到雷啦 如果你喜歡包裝可以買 那就這個我覺得真的是雷 所以這一系列我就沒有合作 廠商對不起 我不僅沒有合作 還把它放進地雷 希望你們不要介意 但這個真的是 雷到我覺得不講不行 不講會做噩夢 真的真的 而且它裡面 是有一顆一顆 但還好不是那種很大的亮片感 就微微的欣沙感 我覺得這個它顏色如果有調對 就比如說調成香檳色啊 或是膚金色 或是有一點點粉膚色 都會很漂亮 但就是 金黃色 金黃色到底在幹什麼 好 最後一個東西了 我最近雖然說 天天都在試用新的啊 但還真的 沒什麼踩到雷 所以我覺得現在化妝品的製造技術啊 真的已經越來越好 所以其實很少會去買到 真正很地雷的東西 所以 這是美妝類地雷並沒有很多 那最後這個呢 跟前面我很推的這個 海綿蛋 是同一個牌子 叫Juno Juno也有出了一整套刷具 然後他們有寄給我 其實這個刷子跟美妝蛋 都是公關品 但美妝蛋我用的很喜歡吧 刷子用了之後就 這比那個什麼驅塵式康式美 很便宜幾十塊的刷子 還要難用耶 真的是難用到會生氣耶 我不知道他們是 這個毛你知道嗎 硬 硬 這是鍵盤刷 這不是眼影刷 這是鍵盤刷 然後他們每一支都這麼硬 然後你會想說 好他做的這麼硬 可能是有他的 就是目的性 他可能刷出來的顏色會很濃啊 或者是 可能暈染效果很好 說不定 好我就還是不信心的 用用看喔 你看我上面有用過的痕跡 好我一用 第一個他取粉力很弱 他會把你的眼影全部在盤裡面 戳的到處都是粉 可是卻張不到自己刷子上 好這樣就算了耶 實際上在用 你會以為自己用到國王的眼影 就是你自己平常用起來 都非常非常順手的眼影 搭上這個刷子 你會覺得我用到國王的眼影你知道嗎 這 這個是眼影殺手耶 他第一個太硬了 會戳到很多你眼影的粉 戳起來 但是他卻沾不到 然後又沒有辦法好好的上色 沒有辦法好好的上色 當然也沒有可能好好的暈染啊 所以這個Juno的眼影刷 打入大牢 他們應該是整套刷子都有寄給我 然後我就先試用幾支眼影刷看看 就 表現都是很白眼的 然後其他臉部刷居然也是 但是 迷之堅硬 就不知道到底在硬什麼 所以Juno我覺得 你就是好好的買這個蛋就好了 刷子就不必了 好 以上就是近期的愛用品跟地雷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 你們最近可能新發現什麼美妝品很好用 或者是什麼東西很難用 或者是吃的也可以 歡迎分享 好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掰掰